拿着一根铁棒走在五百米的高空 更疯狂的是他还跪在上面 正当他要起身 突然意外发生了 固定的铁锁松动 男人开始摇晃 眼看就要掉下去了 围观群众吓出一身冷汗 他会掉下去吗 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这个人叫做菲利普 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走钢丝 这项惊醒的表演艺术 就击中了他的心里 菲利普是个实干家 想到什么事就立马去做了 于是他开始搭麻绳练习 这一练就是十年 从精神小伙变成了沉闷大叔 因为不专业 他经常翻车 摔得浑身世上 于是菲利普找了个师傅 不过不是学习怎么走钢丝 而是学习如何固定钢丝 但这世上知识 都是技术一学 心态难求 每次走到最后三步 菲利普都会心态不稳 这是他第一次表演 由于无法屏蔽杂念 以失败告终 但是他偏不认输 而是越挫越勇 把目标定在了巴黎圣母院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他和同伴潜入了圣母院 偷偷架好钢丝 太阳刚升起 菲利普便走在上面 这一次他稳住了心态 底下所有人分分位的鼓掌 一个妹子看上了 胆识超人的菲利普 认为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有了这次经验 菲利普又盯上了 马上竣工的双子塔 说是去那是快 第二天他就带着粉丝女友 搭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 到达纽约之后 他每天变换不同身份 去了解双子塔的一切 就在他准备妥当 即将开始表演之时 一根铁钉 炸入了他的脚掌 这个男人 在500米高空躺下睡觉 往下一看 车辆和人如同蚂蚁 这可比蹦吉刺激多了 为了完成这项 不可能的任务 菲利普做好了一切准备 即使受伤也不放弃 并且他还因此结识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伙伴 当晚他们就潜入了 双子星塔搭建钢索 但是钢索太重 一个不留神 就在500米高空迅速掉落 巨大的拉力 将两人拉回了楼层边缘 钢索的掉落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就要闹出大事 紧急时刻 菲利普一个箭步 迅速固定住钢索幕尾 在最后一秒成功停下来 经过了一整晚的努力 钢索终于搭建完成 接下来就是菲利普的表演时刻 他稳住心态 慢慢地迈出了第一步 脚下如同万丈深渊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他就这样走着 稍有不慎 便会粉身碎骨 作为一个专业选手 菲利普没有丝毫害怕 而是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底下女友疯狂地呐喊 同伴也激动不已 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 他成功了 但是菲利普并不满足于此 他再次踏上钢丝 没错 他还要走回去 这一次 他走得更加丛容 走到中间时 他停住了 伸出了一只脚 跪在了钢丝上 展示自己优越的技术 就当他快要被自己迷倒时 警察突然出现 制服了他的同伴 并让他赶紧上来 但是 菲利普是一点也不慌 慢慢地走着 来到中间时 他对警察微微一笑 猛然转身 走得回去 来到中间时 菲利普又停住了 他感受到了观众的热情 他竟然敢在500米高空往下看 这个视角 恐高的人早已经晕过去了 他张开双手拥抱世界 继续起身向前走 此时 这边也来了警察 但是菲利普越发任性 他在钢索上来回跺脚 跳起了拉钉 他再次转身 又走向了中间 突然 菲利普把平衡杆放在钢索上 这波操作真的是嗅出天气了 但是 一旁的警察早已吓傻 他一只脚踩着平衡杠 站在高空 仿佛上帝般俯瞰大地 菲利普站在500米的高空之中 慢慢地坐在钢索上 冰龙双脚躺了下去 他静静地看着天空 此刻 地面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 菲利普伸出双手 享受着高空带来的自由 突然 一只大鸟迎面扑来 血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 大鸟说道 你就是菲利普吗 听说你有病 菲利普这才意识到了危险 他颤抖着说道 我 我没病 大鸟没在搭理他 挥挥翅膀走了 菲利普赶紧站起身 紧张地站稳双脚往回走 但这时意外发生 承重的木块爆裂开来 钢索的螺旋弹飞了出去 菲利普双腿剧烈晃动 警察和观众都惊呼出声 但他还是稳住了 这时警察派出了直升机 警告他赶紧下来 直升机的锋利 给菲利普造成巨大的压力 还真是帮道忙小能手 压力让他寸步难行 他瘦伤的脚 在巨大的风压下渗出鲜血 危机时刻 菲利普稳住心态 摒出一切杂念 一把将平衡杠举过肩 没错 他还要作死 单手一步一步走回终点 眼看离终点越来越近 就差最后散步了 他双腿剧烈地晃动 导致钢索不停地摆动 钢丝即将断裂 命悬一线之际 大家也都开始双腿发软 但是菲利普再次稳住了 稳住双脚 嘴角微微一笑 缓缓地站起身来 把平衡杠抛了过去 一个快步走向大楼 菲利普完成了惊天之举 地下女友喜极而泣 观众也热烈鼓掌 最后菲利普被警察带走 有梦想是好的 年轻人为了梦想燃烧自己 也是值得崇敬的 但一定不要作死哦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就像是悟空闹电影 是悟空闹电影